男子头戴安全帽戴口罩到超常买游戏点数 柜台结账说要买其他东西 想趁机偷刷电数但找不到机会 于是跟店员借电话说找朋友来付账 趁店员帮其他客人结账转身开流 店员帮其他客人结账时 持店员的手机逃离现场 店员追出去嫌犯已经拿着手机骑车逃逸 类似手法已经在高雄犯下多起案件 有店员事后透过脸书联络上嫌犯 相约高铁万用游戏点数买回手机 交易时警方趁机冲上去 把人压制在地上上铐 嫌犯被警方带回家拿作案用的衣物 嫌犯母亲看到儿子做坏时被警方带回来 担心他被抓区关气得当场大哭 原来嫌犯是新手奶爸 女儿才四个月大但已经跟太太分居 之前在台北做生意失败 回到高雄上班又出车祸无法工作 欠下地下钱庄30万元 女儿又嗷嗷待哺动起歪脑筋 总共得手新台币 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五元之点数 他是上网卖给其他玩家 嫌犯作案后十分狡猾还会变装躲屁茶器 只是车祸康复后为了还债养女儿 不好好工作却去超商偷刷游戏点数 做了最坏榜样 记者庄全程SM小组高雄报道